你知道吗 因纽特人的雪橇犬和阿尔哈是一个祖先 那因纽特人养的雪橇犬会拆架吗 零下四十多度的背脊 雪橇犬直接睡在雪地里 难道就不会被冻死吗 如果没雪橇犬的话 不可能有现在的因纽特人 这里面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本期视频 我们将继续走近因纽特人 一起去看看因纽特人最忠实的雪橇犬 也一起去了解下雪橇犬在因纽特人的生活中 起着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年夏季 北极的温度飙升到零下几度 对因纽特人来说 他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间 这时候雪橇犬也开始产下小宝宝 他们的颜色各不相同 有的黑 有的白 有的灰 一生下来就懒散地躲在妈妈怀里 即便才生下几天的小狗 也躲不过因纽特小孩对他们的喜爱 孩子们没事的时候 就会把小狗拿来玩 一玩就是一整天 小狗的童年基本就在因纽特小孩的玩弄中 慢慢度过 直到成为成年犬后 雪橇犬才逃脱小孩的魔掌 正是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每次迁徙时 因纽特人会把一些动物皮毛 放在雪橇犬背上拖着 强壮的四肢让他们拖着重物 在山间行走时也如屡平地 由于因纽特人给雪橇犬提供充足的食物 雪橇犬都会听主人的指挥 跟着主人一起生活 当然 如果自己主人不能提供他们充足的食物 雪橇犬就不会卖力干货 甚至还会攻击自己的主人 曾经很多次在北极深处 因纽特人无法找到食物 鳄荒的雪橇犬也只好咬死自己的主人来冲击 毕竟雪橇犬的祖先可是狼 随着对雪橇犬有了更多的了解 因纽特人在迁徙时 都会很注重和雪橇犬培养感情 一旦发现雪橇犬累 所有人都必须停下来 吃饭的时候 也会给雪橇犬一些食物 雪橇犬在迁徙时 不光可以给因纽特人驮重物 也可以带领主人赶往准确的目的地 没有指南针的因纽特人 在茫茫北极 可就指望雪橇犬的鼻子迁徙 在春天 北极的雪还没完全融化 雪橇犬要驮着很重的东西穿过雪堆 躺过冰冷的河沈 刺骨的寒冷也没让雪橇犬退坐 到了早冬 风从山上吹下来 大雪纷飞 雪橇犬就会戴上玩具 拉着雪橇 带着主人在北极打猎 赶路的主人总是在后面用鞭子抽打他们 一旦被抽生气了 就把主人带到坑里 他们时刻告诫自己的主人 你别惹我 在北极我可以分分钟让你消失 当到了深冬季节时 雪橇犬的作用就会更大 他们会带着主人来到海豹的聚集地 他们会在这里听到或者闻到海豹 雪橇犬是捕猎海豹的能手 他们善于秀探海豹在冰下的藏身之处 一旦雪橇犬秀出冰面下的海豹后 就会告诫主人这里有海豹 然后自己就端坐在地上 而主人就要在冰面制作陷阱 并且等待海豹的上钩 海豹是来自海神的礼物 只有最优秀的猎人才能收到他的礼物 海豹有最敏锐的耳朵 如果他听到雪地里最轻微的嘎吱声 他会提高警惕并游开 连雪橇犬的脚步声或者鼻子里的呼吸声 听到后都会感到害怕 然后潜入海底 可在聪明的海豹 也躲不过一心想抓他的猎人 在冰面上静静等待几个小时 也会把海豹从冰面下捕猎上来 当海豹被捕获时 雪橇犬会马上被主人奖励 得到奖励的雪橇犬会急于取悦别人 主动帮主人拉回海豹 一只上百斤的海豹 一人是无法很轻松的在雪地拉转 只有加上雪橇犬的帮助 因纽特人才可以把一只海豹拉回家 深冬季节是很难在冰面捕猎到海豹 但聪明的猎人加上忠实的雪橇犬 他们往往会在族群最困难时 带回一只海豹 当猎人带回海豹时 所有族人都很高兴 每个人都跑出来 声称要分得一份肉 并赞扬猎人的能感 然后女人们就会将海豹分割煮熟 让族群所有人吃上饱饭 当然 因纽特人也不会忘记他的狗 因纽特人借用了雪橇犬的鼻子 通过雪橇犬让猎人找到了海豹 猎人很感激 但是猎人也很小心 不会让他的狗吃太多 因为胖狗是懒惰的 到了晚上休息时 狗会蜷缩在雪地里 用尾巴夹着鼻子取暖 雪会盖出来 即便这样 他也能正常休息睡觉 只有这样才能有充足的精力 进行明天的打猎 千禧 第二天一早 雪橇犬又有新的任务 因纽特人要离开村庄 去寻找新的海豹聚集地 而雪橇犬在这期间 就要担任拉雪橇的任务 在冰冻的冰面上 雪橇犬拉着老人小孩 慢慢地在寒风中前进 他们使出全身力气 没有一点怨言 而担心雪橇犬的因纽特人 也会不时帮助雪橇犬 在这样的合作下 因纽特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迁徙 如果因纽特人没有了雪橇犬 会怎么样呢 我想 他们会死在雪地里 或者被狼和北极熊吃掉 可以说 没有雪橇犬 就没有因纽特人的今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 我们一起去看看因纽特人 为什么会离开生活几千年的故土 从而选择迁徙到文明社会呢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 因纽特人的生活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